Hello 大家好 吃了晚飯了嗎?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我的手 我從小到大我的手指很刮雷錘 我是一些很少扭指甲的人 加上我的職業是做美容 所以我的手很刮雷錘 我的指甲很接近我的手指邊 不漏指甲 因為它刮雷錘 有很多青筋 我的手平時非常乾 我最怕經常洗手的時候 特別是搬家 搬家什麼都要清潔、清潔、乾淨 每次我都不停地洗手 其實洗了十次 我的手就開始爆炸 而且全部都會裂開 可以這樣 這次我們幾月呢 我想我們是重新 我記得今年爆炸得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我們去這個 新年我去完西班牙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之後 大家都很努力地洗手 我記得我第一天回公司 因為其實沒有開過門 整個新年都 我第一天回公司的時候 不停地洗手洗手 洗完之後我跟Nicole說 我整隻手開始爆炸 我立即衝進去我公司的一間儲物的地方 我拿了我的道賊洗手液出來 我之前都會覺得很貴 洗手要不要花100元 但是經過了今次 經過了你用過它之後 我終於知道為何人經常買完又買 道賊洗手液的泡泡是比較細滑的 當然它是泡泡泡是比較細滑的 洗完之後手真的沒那麼乾 我明白為何我的同事買完又買 你也知道我們做美容院 一天洗很多次的手 碰到客人洗手 碰到客人洗手 其實很多時候洗手的時候 你的手越洗越乾 有些人喜歡用手霜 但我們這些懶人 因為經常都洗的 我自己個人很懶得擦手霜 雖然我都有很多手霜 但我簡單點 如果用一種比較溫和的洗手液 我的手就不會那麼乾 不會那麼容易裂開 自從二月、一月、幾月 我便開始全部換了 倒賊洗手的Foom 我們叫做Fooming Hand Soup 我便覺得我的手沒那麼乾 當然它的清潔效能是非常理想 亦可以幫助抵禦外邪 所以我都蠻喜歡用這個 洗手的Foom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Foom 如果你們真的想嘗試我們的產品 記得PM我 我一定會教食你怎麼用 Bye Bye